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中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内地海关港珠澳大桥截获粤港两地排客车 车上查获314.7公斤来历不明冻牛肉 网传需补税1800亿 富士康否认 中美下周商和军控防扩散 德国专家评对李克强的哀悼 人们意识到它是一股抗衡的力量 缅北冲突 少数民族武装攻占中缅边境重镇 请大家收看 网传需补税1800亿 富士康否认 星岛日报 总的来说 富士康集团否认了近日网传的被彻查 需补税1800亿 土地被收回等内容 并强调其合法合规经营 此前有报道称 内地税务部门对富士康企业进行税务稽查 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其用地情况 由于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投入台湾大选 这些消息引发了一些猜测 中美下周商和军控防扩散 星岛日报 中美两国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四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 这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的首次此类会谈 双方将重点讨论如何减少误判风险 避免三方军备竞赛 这场会谈被视为为中美援手峰会创造更好的政治氛围 此外 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中国东部战区表示将保持高度戒备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德国专家评对李克强的哀悼 人们意识到它是一股抗衡的力量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的采访中 费多利·多瑞斯菲舍教授提到 李克强虽然一直处在习近平的阴影下 但在经济领域仍然取得了一些成就 他强调扶持中小企业 反对国家投资刺激经济的做法 并且对统计数据持有批判的态度 李克强被视为更加倾向于改革的一方 与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 另外 费多利·多瑞斯菲舍教授还指出 李克强的去世引发了人们的哀悼 这可能并不仅仅因为他的经济政策 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一股反作用力 一股抗衡的力量 李克强来自共青团派 与习近平的政治背景相互牵制 但这股反制力量越来越弱 在经济方面 李克强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 他强调增长不能依靠国家投资 推出了一些经济政策纲领 但并未完全贯彻实施 他曾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着眼于小企业的创业 与习近平的模式不同 但并未成为一个大型的旗舰项目 此外 中国政府对于改革 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说法 外界存在一种信任危机 在国际上 李克强被视为更值得信赖 更开放的伙伴 与其他国家正要交往自如 总的来说 李克强虽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改革开放 他被视为一位改革者 但与习近平相比 他的意识形态化要弱得多 他的去世引发了人们的哀悼 可能是因为他代表了一股反作用力 一股抗衡的力量 受国际制裁 朝鲜关闭多个驻外使馆 联合早报 朝鲜最近关闭了多个非洲国家的外交机构 以及西班牙大使馆 并计划关闭多达12的大使馆 引发了关注 分析指出 这显示朝鲜受到国际制裁 而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 朝鲜关闭使馆的原因 可能与财政问题有关 由于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了更严厉的制裁 朝鲜的外汇赚取途径受到了限制 导致难以维持外交机构的运作 这表明朝鲜经济陷入困境 连与传统友邦国家维持外交关系都变得困难 预计朝鲜可能会继续关闭其他国家的外交机构 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是朝鲜精简机构的一种方式 未来可能会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放在关键位置 朝鲜驻外使馆是朝鲜政府创会的重要窗口 但由于国际制裁的影响 外交官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 截至2023年9月 朝鲜在国外设有53个外交机构 客座评论 暗夜中的白纸运动与彩色的万圣狂欢 德国之声 上海近日举办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轨捷狂欢活动 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参与 这场狂欢活动展现了上海年轻人对自由和个体权利的追求 以及对传统权威和符号的嘲讽和批评 这次狂欢活动是年轻人对现实生活压抑的宣泄 也是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表达 同时 它也展示了上海作为中国最早面向世界的城市的特质 以及其对自由多样性和宽容的追求 这场狂欢活动是年轻人表达自己主体性的一种方式 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有序进行 展示了他们的公民素质 尽管有人可能认为 这种狂欢只是上海中产阶级或小资青年的一种宣泄 但它代表了年轻人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 以及对权威的批判 上海的年轻人展示的文化价值和权力追求 可能代表了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 然而 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对文化的再造尝试 可能会试图压制这种主体性的追求 但年轻人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渴望 是无法被禁止的 尽管这次狂欢活动可能会被禁止 但年轻人对自由和个体权力的追求 是无法被消除的 这种追求将继续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总而言之 上海的鬼节狂欢活动展示了年轻人追求自由和个体权力的渴望 以及对传统权威和符号的批评 它代表了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城市 对自由多样性和宽容的追求 也展示了年轻人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表达 尽管可能会面临压制 但年轻人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 是无法被消除的 它将继续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缅甸军失守中缅边境战略城镇 联合早报 缅甸军方在与北部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的冲突中 失去了对中缅边境战略城镇清水河的控制权 清水河是中缅边境最繁忙的贸易口岸之一 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计划建设的铁路线路的重要节点 这次冲突使得数以千计的平民被迫逃离家园 有数百人跨过边境进入中国寻求庇护 中国外交部敦促各方立即停火 并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联合国也表达了对平民安全的担忧 另外据报道 北部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组织攻占了多个缅军控制的基地 缅军士兵纷纷弃守基地 缴械投降 网红玩具萝卜刀可激发暴力倾向进入广东校园 星岛日报 广东教育厅要求禁止危险性有害玩具进入校园 其中包括近期流行的萝卜刀 这款玩具不仅存在安全隐患 还可能激发学童的暴力倾向 教育厅要求学校加强安全教育 让学生认识到这类玩具的危险性并自觉拒绝 同时 家长也被要求认真履行监护责任 选择适合孩子年龄的 友谊身心健康发展的玩具 学校和幼儿园要严禁此类玩具进入校园 清查并销毁已带入校园的危险性有害玩具 此外 校方还需管好校园内商店 不得售卖此类玩具 听到都痛 东莞11岁童感冒要过敏 八成皮肤脱落 五患血浆时保命 星岛日报 近日 东莞一名11岁男童 因服用感冒药引发毒性表皮溶解症 全身80%的皮肤坏死脱落 男童经过20多天的治疗 和5次换血浆后 终于康复 毒性表皮溶解症 是一种临床少见 但致命率极高的极为重症 常由药物引起 家长应注意 不要随意给孩子使用 解热阵痛药物和抗生素 一旦发现孩子有皮肤和黏膜损害 应及时就医 深圳欢乐谷过山车 相撞至28伤 母公司华侨城就事故致歉 星岛日报 华侨城集团在公告中表示 将积极配合调查 加强安全管理措施 确保游客安全 此次事故也引发了公众 对于游乐设施安全的担忧 有关部门也加大了 对游乐设施的监管力度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已对欢乐谷进行了停业整顿 并要求全市范围内的游乐设施 进行全面检查 此外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也要求各地 加强对游乐设施的监管 确保游客的安全 对于游乐设施运营方来说 安全是最重要的 他们需要加强对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确保游客的安全 多巴星 灭大皮 扯头发 CCTV接保姆殴打瘫痪痴呆老人 星岛日报 据报道 1067岁的保姆谭某某 虐待69岁的老人陈某 因为老人言语迟缓 不能及时表达自己上厕所的需求 而发生了虐待行为 保姆用暴力对待老人 包括多巴星 灭大皮 扯头发等 这起事件被发现 是因为陈某的子女 安装了闭路电视监控 意外地发现了保姆的恶行 警方进入调查后 发现陈某全身都有伤痕 经鉴定 陈某为轻微伤 而保姆谭某某 将面临法律的追究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于伤害60岁以上的人的行为 将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刑罚 袁国勇获聘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民医院长 星岛日报 在2023上海传染病论坛 继2023年上海医学论坛平行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国勇 被聘为上海市传染院民医院长 袁国勇是微生物学家 传染病专家和外科医生 他在发现SARS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的研究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市传染院是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 研究方向包括重大传染病病人学和生物安全研究 此次聘任见证了上海市传染院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的深入合作 袁国勇表示将通过研究合作 联合项目申请和学者交流等方式 积极应对传染病带来的全球挑战 在2022年9月 另一位传染病专家管医被聘为上海市病毒研究院首任院长 死神来了 台南向有炫耀改装枪 自扣板机走火爆头毕命 星岛日报 台湾日前发生一宗离奇枪击命案 一名男子为向道访友人及对方两名儿子炫耀 拿出改装手枪把玩 期间用枪指向自己额头 却意外走火 子弹直接击中他的头部 当场死亡 现场的三父子被吓坐不住 警方正在调查枪支来源 并初步认定此案为走火物击引发的意外 韦达分类回收KPI北京垃圾站将新鲜蔬菜捣烂当厨鱼毒鼠 星岛日报 近日 有网民发现北京海淀区垃圾分类站的清洁工人将大批新鲜大白菜捣碎当厨鱼丢掉 疑似未达到当月厨鱼垃圾分检任务 针对此事件当地部门已经确认并要求涉事公司进行严肃整改 事件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认为这种行为严重浪费实物 海淀区相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 要求对涉事公司进行自查整改并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同时对辖区内所有社区开展排查 以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